蔡福尔摩沙云创基地举办创业家 2019战国策 第十四届全国的创新创业竞赛颁奖典礼当天晚上 蔡福尔摩沙云创基地举办创业家投资聚会 邀请国内外创业家共同庆贺新世代创业家诞生 晚宴中邀请入选的竞赛队伍快闪分享创新创业竞赛主题 战国策校园创新创业竞赛 起源于2006年由北部集所育成中心共同发起 逐渐扩展为全国育成中心共同推动与参与的活动 今年度更突破800组参赛团队 那今年非常特别 我们增加了除了学校组之外 我们还有把企业组加进来 那今天有很多好的团队 那我们觉得说不错的可以投资的也在这个里面 那今天晚上这个互动呢 就是希望比较紧张的这些比赛完了之后 能够在比较轻松的情况之下 让投资人能够跟这个团队能够有比较轻松的情况互动 那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跟这些厂商去做结合 把这些优秀的新创团队引入到国际市场跟资金 后续会持续的做补导 因此这个节赛在今天举办完之后 就不会只是一个终点 会是一个起点 我常讲学生他的创意是无穷的 可是企业家的话可能会把他的创意来把他实现 所以说为了公平体现的话 也把他区分成为两组 那这样的话大家以后会互相的相辅下沉 对我们的不管是台中 我们的整个台湾 难道走出到国外 国际上的话是都非常非常有益助的 活动中也安排专题演讲 让创新团队更了解东南亚国际市场 创造创业商机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就让台湾初创的startup的founder去看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在等着他们 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台湾国家多得想往南部 我们叫Southbound Policy 那刚好我们的菲律宾的国家呢 我们的政府也有在合作 把我们的Foreign Policy都公开 本届竞赛集结各个创业育成机构 达成青年创业 实践创业 创业家培育的目的 团队透过参与竞赛 获得辅导及投资机会 从中也提升新创团队的成功率 3